岳飞将军 致使莫喊了 岳将军已绝世多日 又经严刑拷打 身子雷弱 现在估计已经睡下了 我敢断定 面前这岳飞 绝对不是一个反贼 敢问北伐之事如何了 清不为自己申冤 而是主义北伐 就不怕损吗 陈和熙一死 只要官家能够坚持北伐 不让父老乡亲服老邪又难忘王师 不让葫芦欺压百姓 陈就算现在赴死 又有何妨 岳将军觉得诸葛孔明先生怎样 岳将军为何如此撕心裂肺 陈觉得壮志未愁 哭得是自己的感同身受 朕认为最可笑的 莫过于金人提出让朕杀你 而后可得和平的要求 彭举在 朕便可在宫中安心玩乐 若彭举不在 金军南下 朕却是玩乐也不得消停 这是官家说出的话吗 不知请相关 如何看待诸葛午后 古今多位诸葛亮乃一代弦下 陈以为不然 诸葛亮不是天使 以唐壁当车 岂能久乎 且诸葛亮穷兵独武 以一几支私欲 致使一周百姓怨声载道 流离失所 更坚专权自私 诸葛亮声名之下 其时难复 十乃一等一支奸 官 官家 陈说错话了吗 朕不允许 你 我 如 他 带我向相父问号 哎呦 不错嘛 玄德兄养了个好儿子 嘿嘿 相父 阿斗这一世 未曾辜负您的教诲 清闲臣原小人 此先汉所以兴隆眼 阿斗做到了 来来来 既然是凭儿子 让你们儿子都试试 首先出场的是李克 在李克治下的大宋 岳飞在前方北伐 他在后方打猎 最后满朝文武 除了秦桧一党也都落下个山中 随后是朱爽 这小子不爱祸害别人 就乐意祸害秦桧 对于岳飞也比较信重 就是为人比较残暴 算是真正践行了 壮志鸡餐虎乳肉 笑谈可饮凶奴血 诸位 当今皇帝暗若 不足以奉宗庙 我将笑意隐 祸光顾世 费地为红农王 立臣流亡为帝 有不从者 斩 当今 朝廷出定 赵尔等入京 以为辅佐天子 安定庶民 恩你 却几次三犯 天下是在我 我今为之 谁敢不同 天下是 在皇帝 在诸位忠臣 本里 不过是一窜逆之辈 又待怎样 而要试试我宝剑是否锋利 我剑也未尝不利 是啊 这么牛逼 敢在乃宫的大汉邦已费力 耳是何人 乃宫是何人 乃宫当然是乃宫啊 乃宫看你这胖子 可能从小缺少父爱 这不是来给你补全童年了吗 仿四 吾儿奉先何在 何在 给魏父宰了这个狂徒 得练 大戈儿 三姓加奴就交给你了 众所周知 吕布有三个爹 一个生物学上的爹 姓吕 一个义父姓丁 另一个义父姓董 吕布是典型 有奶就是娘 有好处就是爹 可谓是人中赤土 马中吕布 方天画戟 砖统义父 你是何人 大哈有名的战将 我都数得过来 可我怎么不记得有 长得如此威武雄众之人 你当然不知道 此人就是传说中的西楚霸王项羽 毕竟这事太玄幻了 谁能想到项羽能来到几百年后 和你吕布打一架呢 来得好 这店内施展不开 你可敢出去 与我做过一场 你小子 欠我一顿酒 安爷 知道了知道了 喂喂喂喂 你不过是一粗爷彼腹 还敢在此饶舌 妄言费力 我兄长在道上混的时候 你祖爷爷还穿开当裤呢 在这摆什么份 你也不撒泡尿罩罩 看看自己什么得行 左右 把这个狂徒 给我当场格杀 汉牛加倍了吧老弟 乃公长这么大 还没人敢这么和乃公说话呢 不牛逼了 刚刚不是还要将乃公当场格杀吗 你到底是何人 乃公的大汉 竟然被你这等萧小所称 当真是虎落平阳被劝气啊 你的大汉 你也配 装神弄鬼 这位正是我大汉太祖高皇帝 开玩笑呢 忽然间就冒出来一人 说自己是大汉太祖高皇帝 我还说自己是士祖光武皇帝呢 乃公是什么人 不用乃公自己说 乃公今天就告诉你一句话 是龙给我盘着 是虎给我握着 放下 都谁参与和你一起费礼了 你参加了吧 不说话是吧 手恶动作留下 剩下的都给乃公砍了 太祖爷爷 孙臣不负使命 西梁军凡校尉以上 共七十八人 竞数在此 怎么才七十八人啊 剩下的反抗过于激烈 堪了 呗 你这小子做得不错 您说您是太祖高皇帝 不知 知你奶奶个少子 等到众人散去之后 只剩下李世明 朱元璋 赵匡应 嬴政 刘邦还有项羽七人组 以及几个孩子 挂个吕布 吕布飘零半生 这飘零先不急着上 我问你个问题 先师请讲 为什么要背叛丁元 丁元并不重视某 虽然收某为义子 但在军中时 对某也是百般提防 某只想问问诸位 不谈人品 我吕布的武艺究竟如何 的确有萧虎之勇 连你们都知道 我那一副丁元又何尝不知 明知某擅长知道乃是武艺 可为何还总是将文书之事交付于某 所以在董卓派人来游说你的时候 你就同意了 其实某本不想同意 毕竟丁元乃是某之义父 在那之后 某曾去丁元帐中 想最后问他一次 和他说某不想忙碌于文书之中 然而丁元却将某披头盖脸一顿辱骂 所以你就打算接受董卓的妖行 厮杀丁元投奔董卓 某本以为 丁建阳乃是某之伯乐 然而却忌惮于某 先师何顾叹气